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让我们能够继续安静喜乐聚集在神的圣所来敬拜他 愿神照着他所应许赐给安昔日的福气来大大赏赐给我们 也让我们在信心与爱心上得到造就 我们下午要继续来查考的题目叫做使神得荣耀的爱 我们已经查考过关于神的爱 也知道这个世界上不是所有的爱都是出于神的爱 有来自属世的属情欲的属鬼魔的 这一方的迷惑来让我们 以为我们所爱的或者我们所被爱的 那是跟神的爱一样 但其实这是一些迷惑 我们必须要用真理来分辨 使自己不要陷入这些以爱为名的网罗 那我们现在既然知道要远避那样子与圣灵相争的爱 那我们自己要怎么样来爱出神所喜悦的爱呢 我们现在先一起来看约翰福音的十三章 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四节到三十五节 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四节 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 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 我怎样爱你们 你们也要怎样相爱 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 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 这边主耶稣给他的门徒一条新命令 这个命令是新的 是赐给在他里面新造的人的命令 什么命令呢 彼此相爱 彼此相爱他能够达到什么样的目标呢 或者他能够带来什么样的果效呢 就是使众人认出我们是他的门徒 使众人从我们身上看见耶稣 这就是神得到了荣耀 所以这个经节让我们知道 我们的爱它有一个方向性 这个方向就是要达到一个目标 使神得荣耀的这个目标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方向就给我们 一个很好的方向感 我们每天都知道我们要彼此相爱 有时候我们爱的方式 我们就可以去想 我这样子的爱能够达到让神得到荣耀吗 还是有时候我们的爱 好像就是出于我们的热心 但是最后却没有让神得到荣耀 那等一下我们会来看圣经里很多的例子 就可以帮助我们去思想 我是不是犯了跟这些刺激里面的人 类似的毛病 导致我的爱最终没有达到是神得荣耀 反而带来了伤害 带来了一些遗憾等等 所以 我们再看约翰福音的十五章 十五章的第九到十二节 十五章九到十二节 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 你们要藏在我的爱里 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 就藏在我的爱里 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 藏在他的爱里 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 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 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 十二节 你们要彼此相爱 像我爱你们一样 这就是我的命令 在第十二节这里 主耶稣又重复了一次 他刚才在十三章那里给的新命令 我们要彼此相爱 这个彼此相爱 他有一个什么样的方法呢 或者一个标准呢 就是像我爱你们一样 也就是我们要用基督的爱 来彼此相爱 所以从十三章的那一段 跟十五章的这一段 我们就可以知道 爱它有一个目标 就是要使人能够认出耶稣 能够看见耶稣 使神得荣耀 爱有一个榜样 有一个标准 就是基督的爱 基督会这样子爱 就是说 当我们在要爱儿女 爱父母 爱我们的手足 爱我们的配偶 爱我们的同工 当我们正想要那样子爱的时候 就可以想基督会这样子爱吗 如果会 好那这样子就是一个 可以做的方法 那如果其实应该不会 耶稣应该不会像我这样子 比如说有时候 我们就会觉得爱之生 择之切 就是用一些比较严厉的口吻 来讲一些 其实没那么严重的事情 其实这时候踩煞车想一下 基督会这样子爱吗 表达他的爱吗 可能不会 好那我们就可以去修正我们爱的方式 那所以呢 在这两段里面我们就知道 爱有他的目的 爱有他的标准 现在我们来思考一下 在我们爱的学习当中 其实它就是一个知意心难的功课 讲爱的道理 其实已经我们已经听了不知道多少 都知道啊 就是要彼此相爱 对 要这样做 可是 还是会常常 做起来很困难 为什么呢 因为就是有一些阻力存在 让我们失去爱下去的勇气 那有哪些爱的阻力呢 我们在圣经里可以去找到两个经节 他讲到了 人没有办法再爱下去的理由 第一个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的24章 马太福音24章12节 马太福音24章12节 这里讲到末世的一个现象 就是不法的是增多 而他带来的另一个现象 就是人的爱心渐渐冷淡 那这个不法它是什么意思呢 不是说越来越多违法的事情 当然那也算是一种 但是这个不法它这里 本来的意思是 没有律法 越来越多 没有按照真理 在做的事情 我们如果在马太福音里面 再查考同样这个字呢 你看23章的28节 23章的28节 你们也是如此 在人前外面显出公义来 里面却装满了假善和不法的事 这个是主耶稣在责备那些法利赛人 他们好像看起来是敬畏神的 是有在读圣经 有在聚会有在侍奉的 可是那只是外面看起来 里面它其实是没有律法的 是没有按照真理 按照道理在做的 那所以回到 不法的事增多 让人爱心冷淡 因为看到越来越多 没有照道理在做的事 不管是在教会外 包括在教会内 或者是看到有一些 好像表面很公义的人 其实它里面没有照道理 那这样子的是看多了 就会使人的爱心被熄灭了 那个渐渐冷淡 它本来的字的意思就是被熄灭了 所以这看起来是一个被动的结果 因为我看到这些 所以我就爱不下去了 这样子的人怎么让我爱下去呢 或者是这样子的人活得好好的 那我爱得那么辛苦 要做什么 所以这个爱 本来应该是火热的 却渐渐的熄灭了 另一个爱的阻力 就是一个不知不觉的离开 我们看启示录 启示录的第二章 启示录第二章 第四节 这也是我们其实蛮熟悉的一个经节 是主耶稣对以夫所教会的责备 二章四节 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 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 这段其实道理也常常讲 小妹之前也有分享过这一段 所以就不仔细的来看每一节 他其实就是说 以夫所教会他很任劳任怨 他第三节说 能够忍耐为神的名劳苦不乏倦 看起来做得非常多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以夫所教会可能就觉得 我很爱啊 我很爱主 然后我也很爱教会 我做这么多服事 但是呢 在主耶稣的眼里 其实他已经不知不觉 他自己都不知道 他已经离弃了起初的爱 但是主知道 也就是说 在我们爱的侍奉当中 我们以为我们正在爱 我们所爱的人 或者我们正在 以爱为名在付出 可是其实 回到刚才主耶稣对爱的定义 爱的目标来说 我们没有达到那个目标 那就等于没有爱 我们没有因为我们的付出 使那个我们以为 我们正在爱的对象 他看见神 没有使他的生命 与主耶稣的生命连接起来 那这样子 我们以为我们在爱 但对主耶稣来说 这样不是爱 也没有爱 所以 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的13章 哥林多前书13章 第一节到第四 第三节 这段我们也很熟悉 其实很熟悉的经节 我们都还是要在 静下来深深的思考 我们就会不断的得到新的 新的造就 保罗在这里一段 他就说 以下所说的这些 好像都可以成为一种 爱的表现 可是其实 他可能 就是 是中空的 我们看13章第一节 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 并天使的话语 却没有爱 我就成了明的罗想的法一般 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 也明白各样的奥秘 各样的知识 而且有全辈的信 叫我能够移山 却没有爱 我就算不得什么 我若将所有的洲际穷人 又舍己身 叫人焚烧 却没有爱 仍然与我无益 我们可能也有 像他所描述的这些 做了很多 而且甚至做得很好 你们要注意 做得很好这件事 很容易让我们产生名思 以为说我做得很好 这样子 应该说我做得很好这件事 我们就以为我充满了爱 我做到了爱 可是其实他不是等号 有时候你可能做得不是很好 可是对主耶稣来说 是带着爱在做的 那就达到了正确的目标 那有时候我们为了要做得很好 而比如说很急 然后就对我们所要达到目标的 这个影响 我们就破口大骂 或者是牺牲掉很多 慢慢做可以产生的 一些互动啊 关怀啊等等 那没有错 我们做得很好了 也做得很快了 可是中间牺牲掉的那些 可以产生爱的果效的东西 却没有了 那这样其实 就是中空的 那保罗在这里就说 可能我们可以说 很有口才啊 那我们也可能很会讲到 可能懂很多圣经的道理 甚至我们可以为穷人付出很多 甚至我都可以为我所关怀的学生 或者弟兄姐妹 牺牲掉很多 那有这些外在的 可是有可能那是去满足 我们对好的标准 或者我对一个好的侍奉 应该要有什么样 要做到什么 我要去符合我所期待的那一个目标 那其实 却不是要让人与基督的生命接起来 却没有办法让人在这过程中 看见耶稣 那这样子就没有爱 那所以 主耶稣他去提醒 责备以夫所教会 你是不是不知不觉 已经离弃了 起初那个很单纯的爱 那个很重要的爱 而不知不觉的 你已经变成 以其他的目标为你的导向 那这个是另外一个 我们可能会爱不下去的原因 因为没有达到我的目标 我哪里爱得下去呢 我们就会开始有很多血气 或者说产生很多挫折 那其实如果我们是用 主耶稣他的榜样的那个爱 以让人看见耶稣的这个爱的目标来爱 其实就会减少很多不必要的挫折感 那我们现在来看几个爱得很挫折的例子 我们以大卫 大卫的周边 他的所有人伦的关系来看 大卫其实是一个 以爱神来说非常好的榜样 神非常肯定大卫对神的爱 即使大卫他确实也有犯罪 而且是严重的罪 但是他的悔改 也得到了神的悦纳 对神的这方面 大卫爱得非常好 可是对人的这方面 我们现在要看 他其实有很多很多的挫折 那些挫折 却可能是因为在 实际的生活当中 他都做了一些我们会做的事情 我们一起先来看撒姆尔记下第六章 撒姆尔记下第六章 12到23节 这一段我们要来看的是 夫妻之爱当中的挫折 大卫和米甲是一对夫妻 本来米甲非常爱大卫 他的父亲本来还把大卫 配给他的妹妹 结果米甲他还是很爱大卫 所以后来 这个扫罗他就还是把米甲跟大卫 配在一起 那但是到16章 第6章16节到23节 我们就看见 他们的夫妻关系 却产生了很大的变化 先从16节开始看 米甲他本来是看见大卫 非常俊美 然后就哇心就被他吸引 就好喜欢他 跟早上我们讲到的那个暗嫩 哇看到他嘛 好漂亮就好喜欢他 一样 这个被外貌所吸引的爱 其实只是一种短暂的迷恋 也带着迷惑 其实他现在眼睛 同样一个眼睛 看到同一个人 却产生了不同的感受 以前他如果看大卫在那里跳舞 他可能就会觉得 哇好帅啊 哇好有才华啊 但是呢 现在他看见 却侵蚀他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在夫妻的关系 夫妻的生活当中 没有一同追求同样的目标 所以他们就渐渐的 没有共通的话题 没有共同的 看重的事情 我们看大卫他是 为什么这时候在跳舞呢 因为第12节 有人跟大卫说 因为耶和华 因为约贵 赐福给恶别以东的家 和一切属他的 大卫就去 欢欢喜喜的将神的约贵 从恶别以东家中 抬到大卫的城里 约贵的人走了六步 大卫就献牛与肥羊为继 大卫就穿着细麻布的以伏德 在耶和华面前 极力跳舞 于是他就和 以色列的全家欢呼吹脚将耶和华的约贵抬上来 大卫和以色列的全家就是除了迷甲 他们的心是完全看重不同的方向 大卫看重神的事情 整个心非常喜悦的在侍奉神 迷甲却是已在那个窗户边 他并没有与大卫走在一起 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 后来他们的对话会变得很针锋相对 其实不是没有原因 就是因为长期 大卫没有带着迷甲一同来侍奉神 迷甲也不愿意跟着大卫来 对神有更多的认识 所以就会渐行渐远 结果我们看二十节 大卫回家要给眷属祝福 扫罗的女儿迷甲出来迎接她说 以色列王今日在臣仆的卑女眼前露体 如同一个亲贱人五尺露体一样 有好大的荣耀 我们看这个迷甲讲话 真的是很尖酸刻薄 那这样子会讲出这种话的 其实就好像马太福音所说的 你里面是什么 你讲出来就会是什么 里面是一个坏树 你就不可能结出好果子 迷甲他嘴巴会讲出这种话 这表示他的心里面 长期的就是没有被道理所改造 那这个其实也是大卫 他长期的没有用道理 所以我必在耶和华面前跳舞 所以到后面呢 二十三节说 没有生儿养女 也就是大卫从此不再和迷甲亲近 就是他们的关系 即使还没离婚 但是也已经 用现在的话来讲 可能已经分居 分房或分居 或者就是已经不来往 不讲话 那这是一个非常挫折的爱 大卫他其实一开始 也很高兴说可以娶迷甲 成为扫罗的女婿 这个在前面几张 我们可以去看到 他也是很高兴这件事 他没有一开始很烟雾迷甲 他也愿意爱他呀 但是为什么会爱到后来 变成这样 那其实就是在相处的过程中 没有积极的去互相分享 尤其是分享生命的 生命的侍奉 生命的道 那所以从这一段里面 我们可以去思考 在夫妻之爱上 我们已婚的弟兄姐妹 我们婚姻里面的爱 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有时候我们也会爱得很挫折 那其实我们可以想 这些挫折 是不是来自我们 花在分享上面的时间 不太够 有时候我们 有孩子以后 就会忙很多事情 光把那些事情忙完就累了 睡觉就 时间还没到 就已经在打课睡 那可以空闲下来的时间 我们可能就会想要放空 那其实这些是很不积极的做法 如果我们想要让夫妻之爱 能够更加的美满 那也能够去达到 神对这一份爱 原本的期待 就是在这一份爱里面 我们可以彼此 让彼此的生命 让彼此的生命与耶稣更接近 也让彼此在彼此的身上 看见耶稣 如果我们有想要达到这个目标 那我们可以用更积极的做法 多多在生活当中找时间 彼此分享信仰 也一起 不是说我就是去做我的圣工会来跟你分享而已 也希望能够有这个机会 一起侍奉 让我的圣工你也来参与 然后你的侍奉我也来协助 那这样子一起分享信仰 这会是一个 使我们的夫妻之爱 减少挫折 减少冲突的一个方法 那第二个我们来看亲子之爱 大卫的婚姻很有问题 就造成了他跟他孩子之间 更大的问题 我们来看撒摩尔记下13章 撒摩尔记下13章 这一章我们早上也看过 这是一个 在家庭中一个很大的悲剧 大卫他娶了太多的妻妾 所以就生了很多的儿女 那他又没有花时间 在这一些儿女的身上 他可能花很多时间 在满足他自己的私欲 就是跟很多的妻妾 在有很多情欲的事情 但是却没有信仰的分享 然后也没有和这些儿女 有更多的关怀与陪伴 结果就发生 他家里的暗嫩 去玷污了他妈 这样子的事情 结果大卫有什么反应 13章21节 大卫王听见这事就胜发怒 然后呢 就这样啊 他就是知道已经发生这件事情 然后他就很生气 那就没了 我们没有看到他在之前暗嫩 他会变成这样子的一个人 这是为什么 因为在暗嫩的成长过程中 他没有看见一个父亲的好榜样 在暗嫩的身边陪伴的人 也不是他的父亲 而是那个狡猾的约纳达 那当他做了这样的事之后 我们也没有看见大卫 作为一个父亲 他怎么去做辅导 或者说做任何的处理 他就很愤怒 那会不会 我们在亲子关系的经营上 也可能有犯这样子的错误 就是我们平常花了很少的时间 陪伴我们的孩子 因为我们真的很忙 当他做错事的时候 我们就很生气 你怎么可以这样 可是他会变成这样 是不是过去我们的陪伴不够 那当他变成这样子的时候 我们有没有在 从这一刻开始 我们做出什么样子的调整 使这个错误 不会变成 更多错误的一个开始呢 那我们看见大卫没有做什么 他就是很愤怒 然后呢 就变 他不处理 就变成压杀龙来处理 那我们现在在看 14章的21节 21节到24节 这时候呢 压杀龙已经去处理了 他处理了什么 他把暗嫩杀了 那结果呢 大卫又很生气了 好 所以他就 对不起 先看一下13章 13章的37节 13章37节 压杀龙杀了暗嫩之后 他就逃了 逃到 他外公那里去 结果大卫天天为他儿子悲哀 就为暗嫩悲哀 那压杀龙逃到基数 在那里躲了三年 等到暗嫩死了以后 大卫亡得了安慰 这个心里窃窃 想念压杀龙是一个错误的翻译 他原本的正确的原文 是大卫就停止搜索压杀龙 好 所以呢 大卫是怎样 当压杀龙杀了暗嫩 就是又发生另外一个错误的事情的时候 他又很生气 而且他为暗嫩很悲哀 他当然是爱他的孩子 所以他才会很悲哀 可是他总是在发生事情之后才很悲哀 然后对犯错的那一方很生气 结果压杀龙就赶快躲起来 结果躲个三年 爸爸就不生气了 他就没事了 怎么会这样呢 我们在看十四章的二十一到二十四节 这时候 约压 约压就是一个局外人 不是大卫家的人 但是他却来插手这件事情 他就劝大卫说 哎呀你应该要让这个压杀龙回来 但是他不敢直接讲 他就讲了一个故事 讲完这个故事大卫就知道 你的意思就是要我让压杀龙回来是吗 约压就说对啊就是这样没有错 于是呢 那大卫就说 好了好了你就带他回来吧 二十三节 约压就起身往基数去 将压杀龙带回耶路撒冷 那二十四节 大卫就做了一个刑罚 他就说 使他回自己家里去 不要见我的面 压杀龙就回自己家里去 没有见王的面 好像看起来大卫他有做一个处理啊 给他一个惩罚 他不可以见我的面 这样子的惩罚 是不是一个更糟的选择呢 他长期的没有陪伴他的孩子 所以他的孩子才会做错事 等到他孩子做错事 想要回来 他就说 好啦你回来 但是你不可以见我 继续的断绝 他对他孩子 能够教导教育的机会 然后继续让他的孩子 承受冷漠带来的伤害 那这样子 真的是一个 没有智慧的爱的方法 我们看 其实大卫他也是很爱压杀龙 后来压杀龙他就 整整两年都没有见到大卫 所以 压杀龙他就 他很想要见他的父亲 他就又请约压去帮他讲 那在同样14章32节 33节 于是约压就去见王 去跟王禀报 王就叫压杀龙来 压杀龙来见王 就在王面前扶于帝 王就与压杀龙亲嘴 看起来好像 终于和解了 父子终于又相见了 可是呢 我们却没有看到 他对压杀龙有很亲爱的表现 大卫跟压杀龙的关系 其实很奇怪 在这里 应该就是要像这个雅各见到约瑟一样 两个人就抱在一起哭啊 或者是像让子回头的故事 父亲就抱着儿子这样子亲嘴哭啊 可是没有 他就好像君臣 行君臣之礼 王啊我来了 啊好 就这样 我们如果再看一下前面的13章 13章的23到27节 这是约瑶他想要杀暗嫩的时候 所设的一个局 然后他就来跟王 就是他的父亲 说哎呀王啊 有人帮仆人剪羊毛 请王和王的臣仆和仆人同去 就是一个非常客气的说法 他不是他 他是儿子他是爸爸呀 他可以说 爸爸父王啊 可以请你跟安嫩一起来我这里吗 他也可以讲得很亲密啊 可是没有耶 他就是很客气 王啊 请王派仆人和仆人同去 那大卫呢 二十五节 十三章二十五节 大卫对亚沙龙就说 我儿啊 我们不必都去啊 他这时候有一些 比较亲切的 这种爱的表现 但是呢 我们看到二十七节 他整个亚沙龙的回应都说 王啊请你怎么样怎么样 就是非常的客气 那等到我们刚才回来 亚沙龙已经从基数回来 两年见不到王 重新父子又相见的那个时候 还是一样就非常的客套 没有很亲密的关系 一直到第十九章 十八章 一直到最后 亚沙龙已经死了 十八章的最后一节 三十三节 王就心里伤痛 上城门楼去哀哭 一面走一面说 我儿亚沙龙啊 我儿亚沙龙啊 我恨不得替你死 亚沙龙啊 我儿我儿 所以大卫他其实是很爱孩子的 他很爱亚沙龙 可是为什么 他从来不表达 那这个会不会也是我们的 我们会发生的一些状况 在与孩子之间的 爱的付出当中 我们会不会也像大卫一样 很挫折 为什么我的孩子跟我不亲呢 为什么我想要 把他拉靠近的时候 他后退呢 为什么我想要教导他一些事情 我处罚他了 我不是没有管教他 可是他还是一直走偏呢 那为什么我的孩子最后 甚至不爱我呢 亚沙龙其实很 大卫觉得最悲惨的可能是亚沙龙想杀他 而且当那些人给亚沙龙一些计策说 我们就杀王一个人就好了 其他的我们不杀 他竟然说 哎呀这个计策好 这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 他完全没有爱他的父亲 那会不会有时候 我们可能我们的挫折 没有像大卫这么大 可是 其他的方面会不会 也有点类似 那这些 这样子的挫折 这样的伤痛 我们要怎么样可以改善 避免呢 从这个过程中 我们就可以知道 其实我们可以对孩子 有多一点的直接的爱的表达 比如我们花时间陪伴他们 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 他们会感受到爱的方式 那那个陪伴 有时候不用很长 只要你有用心蹲下来听他讲话 他就觉得很高兴 他有被爱到 有时候像我的孩子 我时间能够给他的也很少 那有时候我也花很多时间陪他 陪得我累了要命 但是他却觉得他没有被陪到 那这差别在哪里 其实就在于 我们有没有用心在听他讲 他正在说的事情 有没有去理解 他想要表达的 以及他没有说出来的 他的需要 那如果 我们有这样子的陪伴的时候 其实孩子就会感受到 那个爱 那当我们听清楚他在讲什么的时候 我们把 主耶稣 要我们 主耶稣给我们的这些道理 跟他分享 他就会听进去 我们就能够 使他的生命和主耶稣 接上 那这个就是一个 成功 就是说有符合 有打中 这个使生得荣耀的爱的目标 那所以这些是 我们从大卫 对暗嫩跟压沙龙 这个很挫折的爱当中 可以来学习的 第三个 大卫家中一个很挫折的爱 就是手足之爱 刚才暗嫩跟压沙龙的例子 就看到 压沙龙根本就不爱暗嫩 他根本就只是把他当作 一个外人 一个强暴我妹妹的一个外人 所以他对他毫不留情 那但是呢 我们也可以看见 压沙龙爱他的妹妹哦 我们看一下 第十四章 撒木尔记下十四章 二十七节 十四章二十七节 压沙龙生了三个儿子 一个女儿 名字 女儿的名字 就叫做他马 是个容貌俊美的女子 很特别 他把自己的女儿取名 跟他妹妹一样 我们就可以去揣摩 这个金杰为什么特地要写这件 儿子三个 一个都没写名字 但是他一个女儿 他就特别去寄出 他名字叫做他马 就表示 其实压沙龙很爱他妹妹 他甚至把他的女儿 也取跟他妹妹一样的名字 可是在他妹妹 被暗嫩 玷污 强暴的这件事上 他的表现 是什么 我们看回十三章 二十节 他包凶压沙龙问他说 莫非你哥哥暗嫩 与你亲近了吗 我妹妹 暂且不要作声 他是你的哥哥 不要将这事放在心上 他马就孤孤单单的 住在他包凶压沙龙家里 他其实爱他妹妹 可是他却也没有 一个同理心的关怀 也没有 真正听他妹妹说 然后去 陪他走过这一段 的付出 所以 在这个手足之爱上 有时候我们跟我们的手足 是不是也有类似的情况 其实我们也爱我们的兄弟姐妹 可是我们可能跟其他 我们的朋友分享的东西 比跟兄弟姐妹分享的还要深入 我们可能在团契里面 可以去讲很多信仰的体验 可是在家里 我们有没有 跟我们的兄弟姐妹 也有这样子的团契 有的有 可是也有的 很困难 就很奇怪 好像家里的人 就是只能够聊一些 柴米油盐酱醋茶 讲那些好像就比较不尴尬 然后讲到比较严肃的 比较需要坦漏自己内心的事情 我们就会觉得很不安 好像暴露了我们自己 某一面的软弱 或者说 我们讲这些 就好像在说教 很怕我们的兄弟姐妹 听了不开心 那其实 像压沙龙和她的妹妹 其实她知道 妹妹发生的事情之后 应该要花很多的时间 陪伴妹妹 然后倾听妹妹 那他们可以去 讲很多关于生命的事情 也讲很多关于饶恕 或者是怎么样去保护自己 去面对罪恶等等 可以谈得非常非常多 但是统统没有 她妹妹就只是住在她的家 和她同在一个屋檐下 却没有办法在这个地方 得到心里真正的支持与关怀 也没有办法从她那里 与神的生命相结 所以这个爱就变成很挫折 那今天我们要怎么样 从这里得到教训 让我们在屋檐下的时光 是一个与神相接的时光 让我们彼此能够去谈漏自己 比较脆弱的部分 然后怎么样去陪伴我们的手足 那第四个呢 我们要来看的是同工之爱 那这个就不是大卫家里的事情 从大卫跟同工之间 其实大卫对同工已经算蛮成功的 他对身边那些勇士 每一个都可以记住说 他为我做了什么 真是非常的感谢他们 然后也记录他们 怎么样在信心上彼此帮助 那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去看见 一次大卫 他明明已经对他的同工付出爱 结果却觉得很挫折的例子 我们看他跟拿拔之间 撒末尔记上25章 撒末尔记上25章 撒末尔记上25章的第二节以下 就是大卫他有需要 在加密附近他有需要 所以他就请他的仆人 去跟加密的大父户 拿拔说 拿拔呀 我平常我的牧人 都很照顾你的牧羊人 让你的牧羊人都很平安 得到帮助 我们没有欺负他们 他们也没有丢掉什么东西 现在可不可以 请你帮帮我们 看你愿意 分享什么食物 或者给我们一点什么帮助 好吗 他讲得很客气 平常也都有来往 所以他就想说 我们是关系很不错的吧 所以 讲完了 拿拔 就等拿拔来回应 第十节 拿拔回答大卫的仆人说 大卫是谁 耶稀的儿子是谁 进来背逆主人 奔逃的仆人甚多 我岂可将饮食 和为我剪羊毛人 所宰的肉 给我不知道 从哪里来的人 这句话 就完全否定掉 大卫的期待 大卫想说 我跟你是好同工 我帮助你 你帮助我 你认识我 我也认识你 但是 拿拔这个话 一讲就是 你到底是谁 我根本就不认识你 我跟你没有关系 而且 他还用话来羞辱大卫说 就是 他明明讲得出 耶稀的儿子是谁 就表示他知道 大卫是谁 他故意装作不知道 然后又说 哎呀 那个背叛主人 逃跑的仆人很多 他其实就是在说 哎呀 你从扫罗那里逃跑出来 你是不是背叛他呀 你这个背叛主人的恶仆人 所以就是 偷偷地酸大卫 那所以 不帮忙 还用恶言相向 大卫的感受是什么 就是他的尊严被践踏 然后他的爱心 也白白的 就是 白白的被 消费掉了 所以大卫的反应 我们看第21节 大卫曾说 我在旷野为那人看守所有的 一致他一样不失落 实在是突然了 他向我以恶报善 所以大卫在这个爱里面 他觉得挫折 我付出那些 不是我想象的 我真的做了这些 而且我也做得很辛苦啊 那我那时候也是 很甘心 奉献啊 但是我却没有得到 理当有的回报 真是突然啊 那我所得到的 不是回 不是以善回报我 而是以恶来回报我 在这样子的关系里面 我们可以学习到怎么样 学习到怎么样来 使我们的爱 不要受到挫折呢 就是当我们能够去 把我们的爱的付出 很单纯的就当作是基督 在爱我们一样 我们以基督的爱 来爱我们的同工的时候 那些没有的回 就是没有以我们的期待的回应 没有符合我们期待的回应 或甚至是以恶来回应 我们的那些反应 其实都是合理的 因为基督就是承受这些 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回到这样子的标准 基督的爱的标准 那其实我们在同工的爱的关系上 是可以变得比较平静 而不会像大卫一样产生很大的血气 那当然后面亚比盖对大卫的 主导 就是他讲的这一些话 也可以成为我们在重新调整 我们与同工关系当中 很好的 很好的教训 但我们现在就不仔细来看这一段 所以呢 在今天的查考当中 我们看到 爱它是一个新命令 给我们所有新造的 在基督里新造的人 但是在爱的实践上 却其实产生 存在着很多的阻力 那些阻力 可能是来自 我们看见很多 没有照到理行的事情 但也很有可能 是来自 我们不知不觉 离弃了起初的爱心 而变成去追求 我们所定出的标准 与期待 如果我们回到主耶稣对爱的 所设定的目标 以及他的榜样的时候 那我们其实 会变得比较简单 我们最后来看约翰一书 对不起 罗马书 罗马书第五章 罗马书第五章 三到五节 罗马书第五章 第三节 不但如此 就是在患难中 也是欢欢喜喜的 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 忍耐生老恋 老恋生盼望 盼望不至于羞愧 羞恥 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 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 当我们觉得爱不下去的时候 或者当我们觉得爱的力量 已经很微弱了 我已经爱得很累了 那其实是我们需要 在心里加添神的爱 神的爱 借着圣灵来充满我们 也借着用圣灵 引导我们所明白的真理 我们能够再得到一些调整 当我们自己的内心 被神的爱所浇灌 也回想起我们怎么样 被神所爱的时候 我们很自然的就能够去 爱不可爱的人 或爱不下去的事情 求神能够帮助我们 再次的被主的爱浇灌 也能够将使我们的爱 叫神得荣耀 我们一起来唱赞美诗四百三十一首 请不吝点赞美语